这个第一、挂湖二的这个宪法章文修宪的工艺 这个是基本上这个是西蒙展示我们的诚意 要归完沙拉岳和沙巴原有的这个宪法的地位 当然它的这个我们所提成的这个宪宪的法案 它的修持方面有一些真理 就是分开分割出来 就是在我们的字眼是马来西亚联合邦 是由A西马的这些州属 11个州属所成立 B沙巴沙拉岳 当然我们没有再用这个新的这个宪宪法案 没有再使用波罗州的州属 或者是马来亚州属 因为这些字眼我们的这个立正师认为 以现在的情况 以现在的情况不适合使用 但是基本上整个架构 就是马来西亚联合邦是由A一组的这个州属形成 B跟A跟B一组的形成 这个就是符合到位去 我们建国时候的整个国家的架构 修持方面我觉得是人见人见智 每一个律师有他认为比较适当的字眼 比较适当的呈现的方式 比较适当的草宁法案的语文 每一个律师有他认为比较适当的字眼 比较适当的呈现的方式 比较适当的草宁法案的语文 萨拉越在这个修宪上 没有什么选择 只有得力 因为基本上我们已经七分了 萨拉越不再是13周 我们有A跟B 任何了解法律条文的诠释 的原则 的人士 都会明白 这个说 你在任何的法律条文里面 有A跟B的区别的话 有A跟B 就是说A是一组 B是一组 所以在这个整个 而且我们在 那个法案的讲解方面 也讲得很清楚 要那种Equal Partner 这种Equal Status 的这个平等地位 的这个原则 MACD3的原则之下所提成的这个修宪法案 所以我用一个比喻 就是如果你要建一间屋子的话 你当然是先打地基 打完地基了 起了柱子之后 那么你的家私啊 墙壁啊 窗口啊 门啊 门头什么这些 要怎样才才慢慢的一步一步发进去 打完地基了 起了柱子之后 那么你的家私啊 墙壁啊 窗口啊 门啊 门头什么这些 要怎样才才慢慢的一步一步发进去 你地基打不好 那么你屋子起得再美 也也耐不了多久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 这种修宪的 就是把这个地基打好 把这个架构建立起来 把这个架构还原到 过去建国时候的 我们国家的各州的架构 你要讲它是邦 要讲它是区 要讲它是州 这个你可以 任何人可以称赞 这个是区 这个是州 这个是邦 这个是不 这个是其次 但是主要的是 那个架构在那边 就是A 马来西亚的 这个成立是有A这个group B这个group 如果他们错过了这个机会 错过了这个机会 要再去躺 再去讨论 各个方向 各个项目的这个讨论 讨论到完 可能 我也不知道多久 但是在这当儿 沙拉越越 还是13周之一